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张哲瀚龚俊流量直追王一博 为何超不过肖战这三点原因很重要 标题 张哲瀚龚俊流量直追王一博 为何超不过肖战 这三点原因很重要说起肖战和王一博来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两人通过电视剧陈情令大火 自从陈情令播出之后 两人的名气一天比一天都高近段时间 又一部电视剧捧红了两位流量小生 这两人分别是张哲瀚和龚俊可以说山河令此部电视剧播出后 张哲瀚和龚俊两人的人气和热度一下子跻身娱乐圈前沿 龚俊张哲瀚主演的山河令与肖战和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一样 均是双男主剧 名字中都有一个令字 两部电视剧看起来相似度还是很高的演员 龚俊通过颜值和言行举止将温克行这一角色很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时间网上铺天盖地全都是龚俊的消息 龚俊 先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成团业 而后又参加了创造营的录制 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龚俊就好比当年的肖战 除了龚俊 张哲瀚的资源也好了起来 又因为近期王一博在娱乐圈没有什么动态 没有新剧播出 影视资源也不多 综艺节目也没有拍多少 在明星势力榜的排名中 张哲瀚和龚俊的热度直接超过王一博 甚至有一段时间龚俊的名气都超过了肖战 但从长远来看龚俊还是超不过肖战 这是为何呢 小编总结了以下三点 这三点原因非常重要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点肖战和龚俊两人走的演员之路 肖战前一段时间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开始播出 这部话剧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片波澜 《如梦之梦》这场话剧是21世纪初期 华语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 肖战饰演的《五号病人》也是一位主演除此之外 肖战这名角色是接替了歌手 大家以为肖战可能演得没有那么好 没想到肖战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目前大火的功俊 开始走上了快速赚钱的道路 开始不断地拍松一阶广告 其实名气高对于明星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但一定要利用好自身的资源 防止路走偏 第二点肖战的人品 肖战的人品 出奇的好 跟肖战合作过的前辈都对肖战夸赞有加 比如肖战和纳英曾合作过演唱舞台 纳英作为前辈对肖战非常欣赏 纳英觉得肖战是一位非常值得称赞的演员 当然了 小编在这里并不是说龚俊不好 而是认为肖战真的格外有礼貌 且素质很高 当时在X9少年团成团的节目中 肖战认识了李宇春 他十分感激李宇春对自己的相识之情第三点 龚俊和肖战成名的时间 肖战从2019年开始走火 直到今年 算是大火的第三年 而龚俊刚从2021年开始爆红 也就是刚走红几个月的时间 由此看来 龚俊和肖战两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毕竟肖战现在已经在娱乐圈站稳了自己的脚步 有了更多的资源 可以从各方面发展自己 从一个上三个方面来看 龚俊还是很难超越肖战的 虽然目前龚俊和张哲瀚的热度一度超过了王一博 但超过肖战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大家怎么看呢